投資長真的跟你說的一樣 今天大盤一接近15500點就有壓力上不去 但是呢 德維安吉這些股票都很強喔 不過因為今天遇到台紫期結算 看起來好像拉高結算到底是強的要命還是會要人命呢 會不會這個拉高結算 是虛幻一招 要人命 還是強的要命 真的很強呢 朋友我今天講得很清楚 記得 結算見轉折 結算過後這一次 台股的隱憂還是台股觀察的對象 是什麼 這很重要 還有元泰今天法說勢必有利多可是利多 該怎麼看 該怎麼解讀好多股票好多電子股我今天解了好多電子股好多股票 那後世該怎麼走從技術分析該怎麼走 我都告訴你這一切的後世一定要看喔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8月17日 台股開盤15423點 中廠收在15465點 漲44點 新屋開工與營建許可數據下滑 顯示美國房地產持續降溫 不過聯準會工業指數 MON 逆勢回升 加上零售商巨頭財報表現良好 因此美股四大指數漲跌互漸 再看到台股大盤今天受到台指期結算影響 有點開高走踢 尾盤又拉高收紅 明天有機會繼續向上攻嗎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場場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蓉投資長 投資長好 LUNA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那好不好意思喔我們剛才那個 就直播有點出問題 我們再一次直播 你說來 是投資長你昨天有教大家怎麼看選 選擇選 真的學到很多耶 而且今天大盤真的 一到一萬五千五百點就有壓力 附近的時候就明顯有壓力嘛 你看尾盤是硬要拉高喔 可是看得出來拉不高 走不遠 可是不用擔心明天就不會受這項 的因素影響了 反正是好消息 好那你繼續說來 是 那在投資長股票安極盤中大漲4% 車用二極體德維呢 今天盤中上漲3% 好友達呢 已經連續三天上漲 創波段新高喔 那今天很多股票其實表現都不錯 但看起來受到台紙期影響 漲幅有點壓抑 那想問投資長是不是 明天就會噴出去了呢 有機會 先跟大家講 可是說明天噴出去我覺得不一定會噴很多 因為今天韓國股市有一點點拉回 對 現在台灣股市只是補漲 如果因為台灣股市因為這韓國股市漲比較多 我們來看季線就知道了好不好 慢慢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慢慢講慢慢講就知道 欸投資長你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 今天很多股票看起來也不差 可是你看清楚喔 最主要我們先來看清楚 來來來看一下 對因為之前韓國股市已經先站上季線了 沒有錯來 你看韓國股市現在已經先站上季線了 所以你看喔 今天台灣股市已經是逆硬要收紅了 這是季線喔 他硬要收紅一點點 離季線已經有點遠了 好不好 離季線已經有點遠了 那你看喔 韓國股市本來離季線更遠 可是因為今天這回彈以後 離季線變近了 對 假設原本在這邊台灣股市 韓國股市離季線很遠 台灣股市離季線很近根本就是附近而已 所以像一拉台灣股市一月拉越高 韓國股市如果再殺下去 回撤季線 那台灣股市也漲不中 你要記清楚這東西 好不好 可是至少現在要買超 現在為什麼那麼多買超 為什麼 就像我說的 哲哲的台灣股市 其實已經帶動的市場 我十幾年前講的時候沒有人 理我啦 你知道嗎 像魏維蜂行啦 魏維蜂行 那時候砸四千萬的時候 好多人 我還說大家踏著我的血前進 大家不理我 我們來跟大家講 那我們來說不理我就算了 我們來看清楚喔 是 我說我盡量展在前面 來來來來 為什麼我說盡量展在前面 今天的新聞看清楚 ETF 樂 受益人 這頭版新聞喔 受益人突破500萬 有看到對不對 我百萬 就是每四個人就一個人在搞投資了 而且買ETF 所以ETF已經變個趨勢了 所以你會看到 台股為什麼跌下去 本來澤澤是預計 求勞式買盤 求勞求勞 還有陷入求勞的感覺 外資求勞式買盤 現在不是 現在是投信 反而陷入求勞式買盤 也不是求勞式買盤 他是 甜蜜的負擔 錢太多啊 一直有天 每天有些人 貢獻給我們 對他變大哥了 變大哥了 來 那每天都買 你看喔 前天買了45億 串這五個月來的新高 昨天又買40億 今天不知道要買2030億以上 那每天都買台股怎麼跌下去 對 每天都要買台積 每天都要買台積點台股怎麼跌下去 所以我說台灣股市越墊越高 有沒有 只能可惜在14000點的時候你不跟我進場 你不踏著我學前進 然後你現在只能等到 拉上去的時候像其他同業來 攻擊我的 分析師一樣 阿那個會員買高檔 阿澤澤買低檔 同樣 Luna我會員有沒有買低檔 有 也有啊 也有啊 講得好像所有分析師都沒有賠過錢一樣 是不是 只有我賠錢 這邏輯對嗎 是不是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想看看你要怎麼樣的分析師 所以 這邊 很多人每天問我多少錢 其實現在大概賺差不多350萬啦 左右啦 其實那不是重點 為什麼那不是重點 因為對我來說 我不是要跟你炫耀 我是要跟你講 你要跟我一起賺 你看我去數差票怎麼用 你懂不懂 我本來股市中就是 贏家 同樣 如果4000萬賺350萬 換句話說如果我選對股票 我可以賺更多 因為台灣50是很 是慢慢動的你懂不懂 是 是慢慢動的你懂的意思嗎 所以台灣50現在不只台灣50 高股息成分股都是這樣子你看 這慢慢動每天都紅K啦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這邊買啦 漂亮 很漂亮 這邊跌破的時候買啦 115的時候這邊 一跌破的時候這邊買啦 對 左側跟右側 這邊買 是115嗎 是115是不是 115這邊買 這邊買 其實那時候這邊買是不對啦 你想要隔天買 你看隔天買就買得漂亮 110 112 沒有關係就是一個字 信用 信用 信用是兩個字 沒關係 現在很流行這個數錯字的梗 對 來 信用 信用這個字 信用這兩個字 為大家 我就這樣做了 朋友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政治標記喔 先講這個行情喔 這個也有跟大家預告 在預告的時候 說15500點是壓力嘛 是 15500點是壓力 來看一下 來 歡迎比較全台灣 這一次還是演講人數還不是最多的 我有影片喔 因為這個是一張圖片就可以看出來的 我們影片是在 那個W W Hotel 的那個廳 我兩個廳都包下來了 然後最大的廳要用 如果大家有去過W Hotel 你有去過是不是 沒有 W Hotel最大的廳 很想去 那是可以塞大概 兩三千人 是 我那最大廳 我塞了兩千人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如果分析師 有人跟你講說 演講人數 比我還多 我直接下台一曲弓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你自己看 隨便一場演講 這是一般演講 有沒有 那這樣看起來也知道有1000多人以上嘛對不對 對啊 這樣看 密密麻麻後面都是人 我看到對不對 還要站著 站著對不對 那時候韓情最熱的時候 現在應該不會那麼多啦 因為看成家那樣就知道 看成家那樣就知道 好不好 好 就是那麼多 有沒有看到就站著 地上都站著 對啊 我看到對不對 地上站著 有 那時候人就這麼多 就是這麼可怕 有沒有 那有沒有覺得恐怖 很恐怖 你看 然後拉 拉 拉遠 折在哪裡 折在哪裡 這邊也是人 有沒有看到 折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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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在這邊 喔因為這邊只是 哇一部分 不是 全部在這邊 真的 好誇張 你自己說好誇張 真的很多 你自己說好誇張 很誇張 好誇張 就是這樣的人數 No.1 所以你一定要現在看到我這個影片的人數 看到這邊演講的人數 你趕快加入喔 加入 你不一定要馬上加入我行列 你先加我Line 我Line官是一個月就要花30萬 沒有錯 連Line都要砸錢喔 當分析師還不能窮耶你知道嗎 這時候我大領3000萬啦 至少要1000萬才能跟我PK是不是 是 沒有啦不一定啦 你也可以砸100萬買台50 然後你做空也可以呀 是不是 可是不要攻擊我又不敢砸錢 這個沒意思 不要不攻擊我又不敢參加比賽 這個也沒意思 那就不要攻擊我嘛 不然會變人家說笑話 好不好 當然我都是回應那些攻擊我的人 其他 同業我都祝你們 長命百歲 好好好 收會員大收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真的喔 因為每個人做好每個人試就好了 好啦 那也跟大家講這台灣50這賺350萬 這個不是重點 是你要不要踏著我的雪前進 你懂不懂 那時候有啦 大家現在不要啦 那你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你不用擔心 那我跟妳講一個很恐怖的事情喔 那個美國股市喔 來來來 美國股市現在喔 道雄指數有沒有看到 這個離高點喔 離高點在只有7.5% 換算那個 換算台灣股市的話 如果台灣股市跟道雄指數是 亦步予期的話 現在台灣股市應該回到17200點 有嗎 沒有 所以今天收穫在15400多點 也還好 你聽得懂嗎 也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灣股市 但是我有點沒有說一定準啦 我說有點開 有點遇到開高要走低 反正走低尾盤硬是要拉 可是拉到15465 有沒有拉到15500點 沒有 沒有辦法 為什麼沒有辦法 因為15500點這邊 有重重壓力 你算15400點 這15400點的人有賺 也賺不多 你聽得懂嗎 因為還含他原本成本的話 原本成本是50點 根本就沒賺了你知道嗎 50點成本加在15400點 15450點 要15450點才能賺錢 你聽得懂嗎 聽不懂對不對 沒關係 聽不懂正常 聽不懂 拜託朋友 回去 慢慢的 等一下按暫停 按重播 慢 速 重播 再 看 一次 是 這整體好冷 沒有辦法 來 15400點 這邊 這邊都是重重壓力 買權 買權 買權是以小博大 可都散戶作為 散戶作為以小博大 通常散戶不太會賺錢 就像我 4000萬 我不會 我會砸台灣50 我不可能去砸選擇權 全部砸選擇錢 沒有就沒有了 沒有那種砸法的 所以這個這些錢合起來都是散戶 可能是 幾千塊 幾萬塊 小賭一性的錢 以小博大看可不可以賺到幾十萬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小賭一性 通常不會達到 好15500點 有壓力 來我們來看傳播 趕快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再一次 登登登登 登登 這告訴你 所以明天15500點這邊 基本上有壓力了 因為靠近15500點有壓力 所以明天就算結算在15400點 你也不要覺得還 你也覺得還好 靠近15500點又有壓力 那15400點 如果明天有展 那這行情很強 有沒有看到 這行情有沒有強 如果15500 所以我告訴你說明天要展 這行情很強 可是15500點 這邊明顯有壓力 我都預告在前面 當然不能說今天100% 沒有沒有沒有 昨天是說 我看有沒有開高投地 可是我講那開高投地 我講的最完美的情況是 越靠近15500點 越開到這邊 越容易有壓力 記得我說法嗎 寫有說法就好 Luna有沒有記起來 有 所以明天 韓國股市的 重要性更重要了 記起來 為什麼韓國股市的重要性更重要了 Luna我剛剛問過你為什麼 因為現在 韓國股市 本來離季線很遠的 對 今天有拉回 那今天有拉回 那現在變離季線近了 本來台灣股市離季線很近的 你懂不懂 那現在展起來了 離季線越來越遠了 所以我們跟韓國股市的誤差 差距已經越來越小了 所以明天漲的力道 要稍微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有沒有怎麼賣壓 禮拜三好像有講 FED的那個 會議紀錄嘛 看一下 他有沒有講到 這兩天 就凌晨的時候 會公佈會議紀錄 看一下有沒有FED 有沒有跟你講說 我通膨壓力 現在石油不到90美元 很誇張 看起來景氣不好 是 那今天有說 半導體 好像是紐約18什麼 報紙 說半導體 是什麼 半導體 蓬勃資訊 10年最長 這個不用他講好不好 如果你看蓬勃做股票 你早就 不好意思 我告訴你隨便你膽度是一樣 好不好 2454連發科 連發科已經告訴你股價腰斬了好不好 1200塊腰斬到700塊 好 可是 友達也是腰斬啦 好不好 可是友達腰斬 有沒有看到 友達腰斬 現在16.15 哇 友達 Bravo 友達還有差不多 30幾萬 我看一下 38萬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26萬對不起 不專業 26萬的借券 我們關借券就26萬了喔 要在9月28教師節的時候 之前 要全部怎麼樣 全部行為 Luna 你去想一件事每一天 如果都兩萬張的買鈔怎麼辦 每天都兩萬張買鈔 9月28耶到現在多少日子 9月28 123 來喔我們看日期喔 4 5 6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5 6個禮拜 對 我們再看一次我數一下 12 3 4 5 6 剛好6週 6週剛好30天 30天把借券 跟 放空的算起來 一天一萬張 是不是 每天有一萬張要買 友達 那這樣就是會 就是會一路漲嗎 誰 友達 那有機會一路漲嗎 誰 友達 那有機會一路漲嗎 他現在漲到20塊 有可能是 已經脫離虧錢的情況之下 他就開始起漲的話 這是有可能的喔 你不要等到他真的賺錢了 因為他準備要虧錢了嘛 你要準備真的賺錢了 怎麼這個空 怎麼這個空頭循環 這麼快來得又急又快 然後媽媽咪啊你再去買 你聽到新聞再去買也來不及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技術線型分析你看喔 這邊有個低點 這邊有個低點 那這不是低點彈起來嗎對不對 是不是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術線型喔 那都整理好久這一塊 就居然給我破掉你知道嗎 是不是 可是你看那時候這邊最低點是16塊多 現在已經16塊多 一樣的回到原本的地方看到 所以這一點看到 是不是 這是頸線嗎 對這個 算了算了之前這邊頸線跌破的地方 算了算了算了算底部 算底部 應該算底部的一個價格 所以現在已經回到這個這個區間整體 一樣的位置區了 好這是感覺而已 如果還原除選期的話不好意思喔 已經回到這邊來了 這邊 之前這個區間的中間值 現在這邊有沒有友達現在在這個地方 算很強的啊 對啊算很強喔 友達這邊你看喔友達這邊這幾個交易日幾乎每天漲 所以現在股票你就要用立買 喔這簡直現在股票就立買 那台灣股市怎麼看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 台灣股市明天韓國股市的成分比重很重要 然後美國費的那個會議紀錄明天也很重要 決定明天台股多空 那我跟你講 現在指數 基本上就算回檔 你股票要做多 為什麼 蛇蛇除了講15500點有壓力今天明顯有嘛 是不是 開高走低沒有百分之百 對可是 你去看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我說蛇蛇這邊 盡量的都有預告在前面 我都有預告在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很明顯的 台子期結算 台子期這邊 櫃買指數長比較多 大盤指數長比較多 櫃買指數 對不對 要不是大盤指數 加權指數 最後一盤拉尾盤 不然櫃買指數跟大盤指數的漲跌幅 會差很多 會差更多 所以櫃買指數漲的快0.5% 大盤 拉尾盤 才漲0.3% 所以櫃買指數本來就很強勢 所以今天 當然是符合我的理論 有人故意想要怎麼樣 怕大盤拉破 拉高突破15500點 有在壓大盤 你懂不懂 只是多頭太強 音浪太強 不換或掉在地上 頭戲還在買超 就這樣子 等一下兩點半還有一些 就是 那個 等一下再請我們的助理看一下 8069元泰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法說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那不管怎麼樣 元泰我們順便看一下 因為今天兩點半就元泰了 元泰869元泰 來這個不論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公司今天應該會講好消息 可是好消息有時候解讀起來 市場不一定解讀的人是什麼 好消息 這樣講好了 有點落實的跟你講 通常之前 就算是利多 有沒有像去年一樣 長榮 陽明萬海 是利多照樣跌對不對 這空頭走勢 只要是利多 像長榮 哇說每年都固定要保 有的啊每年固定要保 保證要發 保證獲利應該說保證 發鼓勵 要發多少鼓勵給你 那個利多解讀 沒有大家用利空解讀 利多還單做利空解讀 叫空頭市場 利多單做一個利多解讀 還叫多頭市場 好 所以元泰今天 應該 會公佈利多 因為他未來就是前景 一片看好 公佈利多 利多以利多解讀多頭 利多以利空解讀空頭 就這麼簡單 所以最後是結果論 是 可是如果利多是以多頭解讀 那太好了 因為已經解除了危機 很多股票之前 不論是利多還是利空 股票先跌在說 那幹嘛辦法說 我辦法會就好了 南無關世音菩薩 南無關世音菩薩 直接普渡大家 普渡大家 好不好 這邊跟大家講 普渡自己比較實在啦 好不好 所以來跟大家講 來 所以這邊 這個元泰 就是一些利多的消息 我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 等我一下 那等我馬上查新聞 好不好 很快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沒關係 順便問 那像是今天工商日報 頭版有提到說 台積電9月確定要生產 量產這個三奈米 那雖然之前三星呢 已經搶先量產 可是 看起來台積電的良率 比較好喔 那投資長怎麼看 台積電的良率比較好啊 來 台積電 就像我講的啊 你看我台灣50啊 不買喔 買這種股票 台積電如果買台積電 都賺比較多勒 是 賺比較多 你自己看 這邊從最低檔的400 440幾塊到現在 賺了8幾塊 台積電這邊走勢更漂亮 台積電之前是後發先制喔 機械還離比較遠一點點喔 最強的還是台灣50 如果台灣50跟台積電比的話 來 好 所以台積電那本來就應該的 台積電要不是今年那麼誕生 不然我告訴你 他早就突破700塊了 還突破700塊 台積電還是 台積電要漲上去 如果你要突破700塊 你要漲上去還是得靠什麼你知道嗎 靠他的鼓勵 如果不發鼓勵還是沒有辦法 好不好 至少600元以下的台積電還是怎麼樣 還是老天送給你禮物 你不要再說600多元 這真厲害厲害 這都算好了 不然為什麼我要賺 賺600萬我才走 你聽懂嗎 都算好了 我講得很清楚 所以台積電那本來就贏三星了 好不好 本來就贏了三星 你說剛才說三奈米製成嘛對不對 對 三奈米製成超前 本來就是很正常 好不好 本來就很正常 台積電也賺對員工不錯啦 該給也有給啦 所以我覺得員工 相信力也夠 好不好 除了台積電我們來看一下 星雲有沒有看到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股票 今天這一根爆量不錯喔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今天有在漲 注意 筆記 像要講股票 今天講很多股票 加登 台積電有沒有看到 台積電設備支出概念股 加登 得加單利 加登 有沒有看到 也是怎樣要突破第一根 辛雲跟加登代表台積電概念股有漲 我那時候說過大軍未動 良草先行 良草是誰 資本支出概念股 有沒有 有 資本支出概念股 所以資本支出概念股很明顯的 這邊先漲了 良草先動 大軍未行 就會怎麼樣 良草先動 良草斷了以後誰會動 大軍嘛 是不是 剛好我個朋友叫大軍 我叫惠君 妳叫惠君 對 Luna不錯妳現在越越冷 都不用開冷氣了 來 很不錯 來 所以大軍未動 良草先行 加登 資本社出 台積電資本支出概念股 加登 星雲先動 對台積電是個補漲行情 我補漲行情 好不好 今天也是像我們說的 的確看起來有人要壓抑盤勢 可是善規止數 壓抑不起來 善規止數撞上全資股 穩茂 穩茂這也是股票 400塊 一定要得到176 哇今年有沒有可能虧錢 EPS不好 可是呢我反而覺得這邊是個買點 有競爭力的公司不必怕 315 最後 我要跟你講的是 2317洪海 洪海你這邊不買 你不要等到 Model C 10月的時候 跟你公布Model C 限電動成型才漲 這一定有題材喔 好不好 一定有題材 好不好 這我都講得很清楚 好不好 我都講得很清楚 5483 中美金 這個跟四川的斷電 相關概念股 因為有很高的比例 這些矽晶圓 應該說 這個是算那個多金矽這一塊 多金矽這一塊 可能會受惠 加上中美金 也有什麼 環球星的題材 是不是 環球星這邊走勢也很漂亮 環球星我覺得拉魂你可以買喔 中美金環球星這個線型的底部打得都 好漂亮 好漂亮 是 你有沒有知道 好漂亮好漂亮 你去問魔鏡啊 魔鏡啊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我告訴你他告訴你什麼 中美金 中美金環球星的K線很多K線拉 不錯喔 今天都蠻會接我的梗 很多電子股的K線他其實很漂亮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喔 所以 沒有大家想要那麼差 慢慢跟大家講 瑞宜也是一樣 平盤 該買就買 不要都噴出去 哇三成四成 好不好 台勝科 也是一樣 這邊該買就買 這底部也是越墊越高 這邊都不必怕 對 我要擋股票得微有沒有 我們得微不是那天展停板有講嗎 昨天拉回去的嘛 這邊底部也很漂亮喔 對股票底部很漂亮 VNC 然後1519 是不是利智 我們看到利智 利智這些股票 來 喔 先看6719 679利智 不然怎麼看利智 啦啦展停後又回答 如果拉展停後又回答 你為什麼不買 不要怕 該買就買 好不好 該買就買 這些股票 這股票啦 從1000塊跌到314塊 他股價等於基本上打三折 打三折除非 景氣很差 可是你看不出來嗎 像中美金 環球金 這些股票都底部越墊越高 電子股好像 去庫存力道 比想像中來得多 好不好 1513呢 中芯店 中芯店有機會再穿個新高 好不好 希望同學好把握住 股票 其實最近不難做啦 不難做越來越好做了 不像之前做什麼 賠什麼 好不好 我們來看有些股票 像今天有些 那除了這一塊 我不要說講技術線型 我們講籌碼的 籌碼今天是技術線型 劍達出其彈 來 等一下 這個是那個 這是什麼 元宇宙 元宇宙你都知道 元宇宙概念股 這邊喔 其實本來有點想今天買 你也可以明天買 後天買 為什麼 因為農券有高達 31043 後天要農 農券回補完畢 所以 你說啊 3000多多不多 多啊 今天25000張 可是昨天才11000張 以前呢 以前動輒怎麼樣 動輒就不到3000張 這邊3000張 以前3000張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我是中石戶 我是主力大戶 我跟你講我一定嘎死空端 3000張幫你嘎死 我先左手換右手 抱成交量然後把他拉高 拉高以後你不怎麼樣 你不得不追突破這一根對不對 我等突破這一根的時候 再拉高第二根的時候 或第二根的時候開高走低 再走 可是這3000張怎麼樣 都被補在 最高點 愛在最高點 補在最高點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Luna只剩兩天 對啊 這3000張能怎麼樣 哇塞 被人家磨刀霍霍 像豬羊 豬羊 怎麼辦 自己成為豬羊的 好不好 結果最後豬羊變色怎麼辦 這跟大家講的 所以這個是 劍打 還有股票 還有股票 3017的 奇紅 這個也有3000張 這個也有快3000張的 2000多張的 有沒有 這個奇紅 所以注意一下喔 奇紅也有機會喔 2000張再噴出去 剛好隆均要回補 也是什麼 明天 所以明天奇紅跟劍打 噴出去 你不要都是我撥重撥 你現在瞭解這些龍卷 比較短期內 大量龍卷的 要強制回補的 都有買盤 包含有達嗎 有達也是一樣 有達更多張 有達26萬張要 龍卷的回補啊 是不是 借卷回補 借卷不一樣 你今天喔 如果是說 哇 股東會也好 或者發股票鼓勵 發現金鼓勵 你是 龍卷要回補 借卷不一定要 可是有達不一樣 他是減資 減資連借卷都要 你懂嗎 連借卷都要 這更大 借卷是可以犯比較慘的 可以維持到一年的 你聽懂嗎 Runa 這個比較不受那個 除泉息的影響 可是受減資的影響 所以這個有達也是一樣 龍卷 被軋空 借卷被軋空的提產 跟 齊鴻 跟劍打 一樣 這兩天內就有一個龍卷回補喔 不要說我沒說喔 1539巨庭 哇長上去巨庭更恐怖啊 8月23號 Runa 8月23號這禮拜五是8月19號下禮拜二啦 下禮拜二還要2300啦 會被嘎死 所以你看大戶是不是利用龍卷的時候 關於關 關北壽 那你覺得劍打會不會出其彈 會啦 有可能 但是劍打當然會出其彈 你說剛才齊鴻有沒有可能劍打出其彈 齊鴻跟劍打出其彈沒有關係 劍打有沒有可能劍打出其彈 齊鴻 齊鴻齁有沒有可能 那個奇怪見怪不怪 出其不易 齁齊 齊鴻不易的 然後又給你嘎死空單呢 這些都3000張2000張的券 都有 點 多好不好 今天股票很認真在解 來來來來 今天又來到澤澤的時刻了 阿澤之森 阿澤之森來了 來來來 好來 呵呵 我們看一下你們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喔今天 最近直播的人比較多啦 喔之前直播的人有 好的時候像航運股好的時候5000人 啊前陣子都沒人理我一萬4000多人 哇 等到我砸了4000萬才開始有比較直播人數齁 變成六七百人 現在變1000多人了 好不好 喔照我們的型態 買了細串跟串藝 跌了三天喔在這種講話方式很討厭怎麼辦 照我的型態我要負責任的丟啊是不是 好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型態來來這型態怎麼說要是我的話我這型態我會在這邊買 所以你不能說我的型態他有沒有整個突破啊 那我覺得創意不錯啊你學的不錯啊這種型態如果 型態每次都對的話我看人人都是巴菲特好不好 創意我覺得不錯我覺得不錯 喔 照你的型態 Nik先生啊買了細串跟創意小丁兩天可以再看看嗎 喔我覺得這個有點好像怪我齁 說澤澤我應該說澤澤我學到你的型態我買這些 喔可是我有信心 那可以幫幫我嗎那聽的是比較開心 喔那玩友們有問題沒關係還是可以問 好不好喔沒關係 創意不錯 可是如果你只是跌兩天你就緊張的話 不適合作股票 喔真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緊張只是告訴你緊張的話不適合 創意我覺得不錯啊謝謝你告訴這些股票 來 一直問百元 來 換百元 百元有什麼好問的 我不太懂了百元就好股票啊昨天就有人問啊 百元好股票就不用問了啊這種拉法 你應該問中植物大戶什麼時候要走吧 這個不是我能控制的好不好 喔 百元不用問你是來炫耀的嗎 這不動於百元股票比我還強好不好 喔 說摩爾趙紫龍台灣最強的粉絲星Rex 說可不可以跟粉絲比大愛心 小愛心 大愛心 好不好都可以好不好 你要我變星星也可以 喔真的嗎 不是啊變出來給你看 3037的星星不然是哪有星星 動物園星星是不是 星星這邊也是一樣投信有在買了喔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哇同志長今天真的講很多股票 很多股票嘛對不對 6104創為 創為 喔這跟大家講 創為創為這邊昨天爆量今天拉回就不太對 因為昨天真的創很大量 那漲停板後爆量等於代表做短的 這種爆量不好 雖然底部爆量可是他這個底部爆量是這個底部爆量直接殺下去 而且是隔天拉高以後爆量你可以代表人家是做短的他不是做長的 可是我覺得創為也不會死到哪邊去 好不好 這跟大家 百元還不可以買 百元不要買喔 百元就算會拉高這種股票 也在賭好不好 不是說你要就昨天追 不是今天追喔 你這樣追到第二根不太好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唉唷 對對對 昨天有說5425的裁判 要我買裁判 記起來 不如 要我買裁判 那該怎麼辦 不如買強茂 然後 咱們一起辦 我想不出來壓抑症 所以投資長比較看好強茂嗎 我會看比較看強茂 為什麼 因為這邊才是你看喔 這才是看我的趨勢 這邊買進 而且有底部的趨勢 OK嗎 我買強茂 但趨勢這不是一定OK 那像這種趨勢說怎麼辦 我這邊買這個趨勢一突破就買了 那怎麼辦 第一個你可以設這邊停損停利 第二個你可以設這邊已經破底這邊停損停利 停損點啦 一樣 創意怎麼看 這邊我突破這邊線型以後買 其實不錯你其實真的不差啦 這邊買又 那如果買每次都對那每個人8倍特怎麼辦 這邊設停損的利益 這邊設停損的利益 就這麼簡單兩條線 往上看是這邊頸線 往下看是這邊的頸線 有沒有看到 這邊的底部有沒有這兩條線你 走掉的 走掉價格 好不好 都先跟大家講了好不好 有人說磨鏡磨鏡有賺錢都怎麼看 有答我不是說不錯嗎 這種基數線型算不錯了好不好 華漢 差不多啦 沒有股票沒有時間的啦 改天來講 人問華漢 我們先問一下好了 華漢之前要創新高然後現在有點拉回 這種股票也是一樣 你在這邊有沒有機會拉起來也有機會喔 好不好 也有機會 好不好 你這不論對我有錯 盡量一切借預告前面 好多股票拉起來 像今天紅 海也拉起來了 新雨也拉起來了 重點是最爛的股票 應該說之前最慘的股票 友達 也拉起來 友達像聯電最近股票 只有不差 很多股票像今天台灣股市還可以收紅 代表一個神奇的力道 這個神奇的力道 就是我說的投信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人買ETF了嘛 投信買10億 今天外資賣19億 賣超力道變小了 外資賣超力道變小 投信還在買 你還在認購基金 你的朋友 你的親朋好朋友 還在做多 你還在做多 你的朋友全世界都在做多 因為只要認購基金 就是要買股票了 那都要買股票 你在放空全世界 你要跟全世界為敵 為什麼那麼累 你為什麼不跟著我 順應時代潮流 就像我一樣 敢秀書對戰單 第一個敢 買台灣50 的分析師 說老實話 其實我沒有到很想賺這個錢 我只要讓你證明出來 我 就是比人家厲害 我是認真跟大家講 我就是比人家厲害 我就是敢參加比賽 你要不要選第一名的分析師 到時候不要等台灣股市突破1萬6人 你看我在數鈔票 然後哲哲你那馬來的低檔都不顧人家 有嗎 我只要告訴你 一直要買 去想看你要怎麼 想清楚了 結算過後接一個轉折 今天廢的會議紀錄 明天還不錯的話 哲哲 轉眼之間 1萬6 這行情 你每在看新聞 看恐怖新聞一樣 看鬼故事一樣 結果這行情結果瞬間突破1萬6 1萬7 記得喔 道瓊指數換成台股 其實大概1萬7200多點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1萬5500點不到 很便宜呢 如果覺得便宜 趕快來參考行列 有任何股票問題 有任何股票問題 我想要知道我現在擋股票 歡迎來這邊恰群 清清楚喔 0800668085 0800來來幫你幫我 不論對或錯 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去想看你要怎麼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夠 賺大錢 掰掰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到我們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只有三個官方帳號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最後就是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摩爾證券投顧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